晚安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节1400环宇整点新闻 我是林荣 新闻一开始呢 先来关系环宇大头条 鼎芯集团入主正义油厂后 接连出包重创形象 正义退休员工爆料 鼎芯并购后杂入了6000多万 购入脱臭塔 将饲料油与食用油混合 精炼脱臭后呢 就摇身一变成了合格油品 痛批鼎芯时代无良 黑心油品风暴 持续延烧 卫单 卫权 服帽等食品大厂 是再度中标 其中卫单公司呢 更气得要对鼎芯提告求偿 卫单高层表示 公司大部分的猪油 都是自制生产的 只有忘记产量不足才会外购 那外购前一再的向 鼎芯集团查证油品来源及安全性 鼎芯呢也提供了检验合格证明 但是没想到这些呢 都是不实的证明文件 气得骂鼎芯实在太可恶 从去年的甲油到今年的搜油 演变至今又多了饲料油 食安风暴是越引越烈 台湾动物饲料权威 廖振元提到 饲料油只能给动物吃 不应该直接给人食用 民进党立委段尼康也在脸书抨击 认为饲料用油到底有多少数量流向 使平厂政府无法掌握 因为根本没人管理 顶芯集团旗下问题油品风波持续扩大 三名高层包括了品管组长蔡俊勇 油品进口商杨振毅前总经理长梅峰等 全都遭到积压境界 从决策制造到进口一条龙 检察官怀疑有高层受益 那顶芯公司的上级不可能完全不知情 最快今天就会约谈魏影冲了 那另外嘉义检方今天再度约谈顶芯正义上游厂商 永城物料公司的负责人蔡振舟 讯后认为涉嫌重大向法院宣押获诊 油品屡次出问题引发全台严重的食安危机 偏偏呢顶芯集团包括旗下的月权 总是出现在黑名单中 让网友发动全民运动 抵制顶芯聚买卫权 那还有台中的民众疑似为了泄愤 对顶芯的超市大波黑油漆 好现在顶芯集团黑心油风暴呢 也让自己旗下的卫权食品惹得一身心 全民串联抵制 也让不少卫权旗下的明星商品发人问津 那实地走访卖场发现 以往人际最旺的零凤银鲜奶饮品 几乎都卖不出去 民众只要看到logo是卫权的商品 通通都放下不想拿 就连卖场店员都坦承了 未成的商品业绩 至少掉了五成以上 更惨的是 就连要免费给民众适合商品 民众也都不领情 另外来关心香港战中局势陷入僵局 雪莲跟港府迟迟没有公开对话 尽管旺角等地区仍然是爆发零星冲突 但香港特首梁振英 在接受电视专访时表示 他认为战中不是革命 而是失控的群众运动 万不得已不想清朝 收音消息来关心高中是昨天傍晚 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而且是亲外申当节砍舅舅 一名业姓男子疑似因为分家产的问题 早就对舅舅积怨已久 上午喝了一点酒 看到舅舅在路边冷饮店喝茶聊天 竟然一气之下拿菜刀冲过去 对着舅舅连砍了好几刀 现场是一片血迹斑斑 有民众为了关浪 骑车来回在基隆的堤防上 被募集的民众看到拍下 更惊险的是他瞬间被大浪打倒 连人带车摔到了海里 幸好强调后毫发无伤 不过场面惊险让人傻眼 地方消息来关心云林一名老翁势力退化 几乎全忙凌晨起床要叫媳妇做早餐 没想到走着走着自己开了家门 爬到快车道上 好几台的车子从他的身边 快速行驶下坏了一旁的民众 还好老翁及时被发现 最后是平安回家 接下来呢这个情况也很夸张 大半夜竟然有一岁多的小孩子 在马路上游到 到底父母在哪呢 怎么会放任孩子曝露在危险当中 那路上的汽车不断的呼啸而过 场面相当惊险 华以新缺点天后爱戴尔 浑厚清脆的嗓音 让她的唱片张张热卖 外传索尼音乐现在呢 要砸重金 要花39.2亿元挖角爱戴尔 甚至要连她和唱片公司第三张 唱片未发的合约要一起买下 天价的签约金等级 如同自身天后马丹娜 七年前出走华纳的39.6亿元 不相上下 今外放一下 大陆的土豪金很流行 除了首期之外 就连计刃车呢 也赶上了这股风潮 最近上海街头就出现了一批造型 非常特别的计刃车 除了英伦风格的车身外形之外 土豪金的颜色更是吸引路人目光 虽然起跳的车资呢 比一般的计刃车贵上25元台币 还是有许多人抢着大陈 国际考虑调交点 我们来关心美国又传出伊波拉疫情 那这回是照顾先前染伊波拉死亡病患的护士 他疑似没有全程遵照程序而被感染 同时东岸的波士顿一家医院也传出有疑似病例 整间医院立刻疏散隔离病患 弄得美国是人心惶惶 现在美国主要大机场决定针对 所有西非来的旅客 强制量体温跟询问问题 加强防疫 广告号要带您关心 市售果汁中多数也因为加糖 增加口感导致如果天天一杯 就有心脏病风险 本来应该是健康的帮手 现在就可能成为健康的隐忧 还有一年内 卷进连续三次实验风暴的 魏全正义前董事长魏英聪 传出最快在今天就会被检掉 传唤报案 更多的新闻内容 欢迎云报同时为您掌握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活性聚焦来关心 吃海鱼和果汁这些呢 都是被视为对身体有益的食物 不过您知道吗 研究调查显示 台湾沿海海域有高达13种药物残留 其中甚至包含了 Ketamine摇头丸 换句话说呢 这些毒素都累积在身体内 吃多了可能致癌 而市售的果汁中 多数也因为加糖来增加口感 导致如果天天一杯 就有心脏病风险 我们本来绝对是健康的帮手 其实现在反而可能成为健康的引游 海鱼市东区寸土寸金 车位呢经常是一味难求 有车主好不容易在停车场找到车位 却发现呢 付费方式不但得先付钱 而且业者还没有给发票 直到车主追问才开出收据 但是呢 拿回家一看 这收据还不是停车场的 原来有些在东区的停车场 业者根本没有立案登记 还有些是一味两麦 提醒您下次去东区逛街时 可要慎选停车场 天气的变化带您来看到 周一起呢 受到东北季风跟辐射 冷却效应的影响下 今天清晨 嘉义 淡水 板桥都出现 入秋以来的最低温 跌破20度以下 全台平均温度 比起上周是下滑了 一到两度左右 这种典型秋高气爽 凉凉的天气呢 维持到周三 周四起改为东北风会飘雨 那因此不少的早餐店 开卖起了玉米浓汤 而像是搭配早餐的 热饮热红茶热奶茶呢 点的客人也多出一杯 来关新立法院今天 续审时关法修正草案 对于民进党团 呼吁不惜挑灯夜战 希望今天能够完成出审 却引发民进党立委不满 认为呢 根本问题没解决 执意修法太过草率 还引用了魔鬼藏在细节里来比喻 说法律里头有太多漏洞 都是政府在包庇厂商 那除了时关法修正草案 朝野炒饭店外 民进党立委也质疑 统一进口饲料油 却未装食用油 不过遭到食药署否认 持续为您追踪 顶星集团用饲料油制作猪油 根据食药署最新公布名单 包括了卫权卫单卫王 联相以及乖乖等77家的厂商 都用到顶星旗下的正义黑心猪油 总共有4社项产品染黑 得在14号午夜前下架还毕 否则呢 依法最高可开发5000万元 而一年内卷进连续 三次实验风暴的卫权正义前董事长 魂一冲 陈出最快在今天就会被剪掉传贯导案 另外来关心嘉义地检署追查正义油品上游的九丰油脂 检方怀疑九丰和上次搜水油的强贯以及禁威 有业务往来 昨天中午第四度前往警察 却没找到最近这两年的账策 不过却也发现厂区内20桶油槽管线 疑似都是连通的 检方怀疑食用油和饲料用油的可能混在一起卖给下游的正义 昨天晚间九丰负责人邱飞龙和妹妹邱利品倒案 经过检察官讯问后负责人邱飞龙以20万元交保保美邱利品生压活准 全台抵制顶星旗下卫群的风波也扫进了校园内 台北市交易局率先宣布 即日起校园内所有的卫群系列商品都必须无限期下架 要等到确认安全无余后才考虑重新上架费售 但其实不只是台北市 新北台中台南高雄市等全台湾三个G2以上的县市都已经宣布 要将卫群商品赶出校园 另外网友串联抵制顶星食品的行动持续发酵 现在更点名国内几家著名的饮料连锁店 包括了50蓝全家写早亭85度锡等等 都还在持续使用卫群出品的林凤银鲜奶 甚至有民众直接问店员 如果使用卫群的乳品就聚买 相反的使用别家厂牌的店家 生意暴增排队的人潮多了好几成 顶星集团旗下产品在一年内 接连三次出包引发众怒 在对照顶星旗下 卫群正义前董事长卫英聪 前天记者会上呼得泪流满面的画面 今天教师团体召开记者会 讽刺要颁最佳演员最佳导演给卫英聪 也批评卫英聪公开道歉时 是鳄鱼的眼泪 要求顶星卫家全面退出台湾食品眼 这段消息来看到才刚从美国访问回来的 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 今天又马不停蹄的跑行程 来到了植物园要来抢救老树木 但其实连日来太太陈佩琪都代夫公开拜票 被指称公务人员身份恐怕违法 柯文哲则强调一切都会依法行事 倒是主动出击向连胜文下辩论站铁 如今连影总干事蔡振元 却反悔还找来了另外两家媒体的女主持人 要来PK女性言论 柯文哲则要连胜文自己站出来 还强调不要搞口水战 好随着选举越来越近 外界也在关注到底何时蔡衣衫会出面帮老公俯审呢 面对柯文哲阵营连续打出婆妈牌 老婆陈佩琪跟柯妈妈同时出马抢票 那一向很少在镜头前露面的蔡衣衫昨天也难得的 和老公连胜文一起为独居老人下厨炒菜 还打饭给老人家吃 厨艺很好的蔡衣衫虽然害羞 但是在镜头前下厨呢很有自信 不过他依然只选择公益炒和出席 实际为连胜文辅选拉票时间还要再等等 来看到这个真的好久 凌晨12点多一名男子呢 右手戴着手铐走进了台北市消防局信义分队 拜托打火弟兄协助来剪断手铐 原来呢他是连续剧的临时演员 戏中饰演警察在拍戏的现场把玩道具手铐 不小心呢将自己上铐了 又没有钥匙可以打开 消防队是用油压剪破坏手铐 证明零眼警察呢才终于脱困 不过乱玩道具的行为是犯了大忌 恐怕会丢了零眼工作 绿色和平组织日前去白令海出任务 人员呢搭小型的潜艇进入深海 却碰上了一只羞猛的巨型乌贼 一下子先出触手抓住潜艇 一下子喷墨之示威 带你来看 非常感谢您收看这节的华语整点新闻 也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是林一荣 我们再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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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